宅男玩网游把道美女 见面竟是零点一顿巨龙 北京十一日纵合店 中国湖南诸州市一名29岁刘姓宅男 在去年十一月华网上玩游戏时 认识了一名女玩家 对方更进一步秀照片 发现女玩家竟然是一名正妹 刘南马上对她倾心 更对她甜喊老婆 女方也不抗拒 但后来台南看到本尊 发现女子的照片跟本人完全不一样 甚至龙道让她崩溃 据中国媒体报道 刘南一直单身 家里也催促她找对象 刘南平时爱玩网络游戏 就在去年十一月 她透过网络游戏终于找到真爱 刘南认识了张姓女网友 两人在游戏中还结为夫妻 并在微信中护家好友 而张女发布的自拍照 都是皮肤白净 身材纤细 打扮时髦的美照 让刘南看了好开心 并不时与张女聊天 最后两人越聊越开 并从此陷入热恋 刘南成功把道正妹 真的好兴奋 随后张女经常用各种理由向她索取钱财 包括生病 没生活费 缴房租 父母出车祸等 但刘南都二话不说 立刻转账给老婆 之后刘南想进一步与张女见面 但奇怪的是 张女一直逼着她 频频拒绝当面见面的邀请 这让刘南开始起疑 就是这些漂亮的美照 让刘南不断的送钱 肉眼目睹本尊零点一顿 害刘南崩溃 刘南之后探听到张女的住处 并在今年三月前往拜访 但一打开门 刘南发现眼前的张女 跟照片里的张女完全不一样 更让刘南无法接受的是 她体重约零点一顿 比我还要魁梧 好崩溃 刘南更发现 张女对她说的个人背景和家庭情况 全部是假的 刘南表示 她前前后后已经对张女送出 32万元人民币 约19.97万令吉 而张女拒绝把这笔前途出来 于是她决定报警处理 请不吝点赞通缩